你知道嗎? 如今被視為環境殺手的塑膠 其實起初被視為是環保產品 甚至它的初衷是為了要保護海龜等等的動物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塑膠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現在有塑膠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人類的生活幾乎都離不開它 不過塑膠其實是一種很新的東西 在1950年代之前 市面上幾乎沒有什麼塑膠製品 所以現在可能還有一些老人家 小時候都經歷過沒有塑膠的生活 而且塑膠產品剛出現的時候 跟現在的形象也截然不同 因為當時塑膠會被發明出來 就是要取代龜殼、珊瑚等等的動物性原料 讓這些生物不再被大量獵殺 可說是舊型般存在 但諷刺的是,塑膠現在卻成了這些生物的夢魘 卡進海龜的鼻子裡面 缠在珊瑚的身上 而且碎裂成肉眼看不到的塑膠微粒 進入生態鏈,被各種生物物食 甚至還有研究發現 現在全球每個人平均一週 就會吃下5公克的塑膠 那我們今天就會來聊聊 塑膠當初到底是怎麼樣被發明出來的? 為什麼會從動物的救星變成環境殺手? 那吃下塑膠又會對人體造成哪些危害呢? 就廣義來說 塑膠是只能夠透過加熱等等方式塑形的材料 比如說古時候人們就有在用的橡膠、琥珀等等天然原料 不過我們現在說的塑膠通常是只用樹脂、石油等等原料 以化學的方式人工合成出來的材料 在這種人工合成的現代塑膠誕生之前 人類使用的物品除了會用木頭等等的植物性原料 還有很多東西是用動物的身體部位做成的 比如龜殼做成的梳子、象牙做成的撞球等等 那到19世紀有工業革命帶動了製造業的興起 這些作為原料的動物也被更大量的捕殺 導致許多的原料變得越來越稀缺、昂貴 甚至逼著撞球製造商開高額懸賞能夠替代象牙的材料 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學家們也紛紛開始研發新材料 1855年,英國科學家帕克斯就藉由混合消化纖維 以及植物油發明出了史上第一款人造塑膠帕克辛 它不只能加熱塑形、冷卻定型之後也很堅固 因此一度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但是由於這個材質很難維持穩定的產品品質 很快就出現了受熱變形、變色等問題 最後並沒有成功的商業化 後來美國科學家海厄特決定接手改良帕克辛 他加入了蟑螂,並且將這個改良塑膠命名為塞魯露 結果塞魯露不僅大量取代龜殼等動物原料 也被用來製作電影底片等物品,成功打出市場 甚至當時在日本統治下 台灣也因此開始大量出口蟑螂 還因為產量一度是世界第一,而有了蟑螂王國的稱號 但不久之後人們開始發現 塞魯露這個材質很容易起火燃燒 更造成了許多火災意外 因此漸漸被人們淘汰了 不過塑膠的發展並沒有就此止步 緊接著的兩次世界大戰 更是讓塑膠全面崛起 就在一戰爆發的前幾年 比利史化學家貝克蘭用甲醛和本分發明了史上的第一款全合成塑膠 電墓 這個新材料解決了之前半合成塑膠的種種問題 它耐熱耐燃又防水絕緣 而且原料還是相對更容易取得的石油或煤 因此在一戰期間它也被派上用場 被應用在飛機引擎、無線電化等等的電器社會上 但在戰爭的帶動之下 一戰之後,化工業更是蓬勃的發展 1920-30 年代 各地的實驗室就紛紛研發出了 劇本乙烯、牙克力、尼龍、聚乙烯等等 更多也更萬用的新型塑膠 除了新材料之外 注射製膜等等的製造技術也突飛猛進 人們漸漸能夠更快速、更大量的製造塑膠產品 而這些進步也使了塑膠 在接下來的二戰當中扮演了更關鍵的角色 二戰時,由於天然材料短缺和戰爭的巨大需求 塑膠被大量的應用 從軍人的頭盔、飛機座艙 甚至到史上第一枚原子彈裡面,通通都有塑膠 二戰期間,美國塑膠產量更增加了整整四倍 無數的塑膠製造商也隨之興起 而在戰爭到了尾聲的時候 這些廠商也開始把目光轉向民間市場 很快的,那些用來製作武器、軍用品的塑膠 成了人們穿在身上的衣物,拿在手裡的鍋碗瓢盆 這樣後,短短的幾十年之間 塑膠幾乎就佔據了人類的生活 從日用品、建築、交通工具到醫療設備 幾乎一切都用上了塑膠 但就在塑膠狂熱席捲全球的同時 也醞釀著一場史無前例的危機 1950年代開始,塑膠工業突飛猛進 為人們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影響了全球經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塑膠的輕便、便宜 更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便利 但同時,這也改變了人們的習慣 形成了用過即丟的免洗文化 比如1970年代,杜邦公司發明出了PET寶特瓶之後 人們出門時,就漸漸不再習慣自備水壺、使用飲水機 而是隨時隨地購買瓶裝水 那在這樣的文化之下,塑膠產量更是光速成長 在1960年代,全球的塑膠產量就暴漲超過400% 1979年更正是超越鋼鐵的產量 而到了2019年,全球的塑膠產量就高達4.6億噸 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逐年增加 但是在人們大量製造、使用塑膠的同時 卻沒有同步規劃好 怎麼樣處理大量被丟棄的塑膠垃圾 聯合國就指出 全球每年製造出超過4億噸的塑膠垃圾 但卻只有不到10%的塑膠有被回收 其餘超過9成的垃圾有一部分被焚花處理 更多則是被倒在掩埋場 甚至還有很多連掩埋處理都沒有 而是流入了大自然環境當中 數據就顯示 每年都有大約800萬公噸的塑膠廢棄物流入海洋 相當於每一分鐘就會有一卡車的塑膠垃圾被丟進海裡 專家更警告 預計到了2050年,海中的塑膠就會比魚更多 而且這些塑膠影響的不只是自然環境 更會隨生態鏈被我們吃進肚裡 目前,絕大部分的塑膠都無法自然分解 而是會隨著時間和環境的侵蝕 碎裂成直徑5毫米以下的微塑膠 這些肉眼看不到的微塑膠 幾乎已經遍布了地球的各個角落 就連喜馬拉雅山的山頂都有找到 同時,它們也已經大舉的入侵了海洋生態鏈 與研究就顯示 目前至少有700種海洋生物都吃進過塑膠 包含了在食物鏈底層的浮游生物 而且,也不只是海洋生物會知道它們 其實,從鹽巴、糖、蜂蜜 到啤酒等等的人類食物中 也都測出微塑膠 甚至,就連我們呼吸的空氣中也有微塑膠 2019年,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研究更顯示 全球每個人平均每週都會攝取到大約5公克的塑膠 也就是相當於一張信用卡的量 甚至,近年也陸續有研究整持 微塑膠會進入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 更可以被器官吸收,在體內不斷的累積 報導指出,雖然攝取塑膠對人體會造成哪些危害 學界還在研究,沒有一個定論 但不少的研究都顯示,它的影響範圍很廣 從生殖到免疫系統可能都會受損 2019年發表的《全球塑膠大災難報告》就指出 塑膠污染會增加人類的發育異常 或者是罹患糖尿病、癌症等等的疾病風險 還可能影響生育能力 或導致跟腦部相關的認知問題等等 而在這樣的塑膠危機之下 近年,全球也興起了一波減速的呼聲 2010年代,隨著網路和社群平台的崛起 有關塑膠危害的資訊得以大量流傳 使得減速風氣在全球興盛起來 最指標性的案例之一 是2015年一部從海龜鼻孔內 拉出10公分塑膠吸管的影片在全球瘋傳 並而引發各地反塑膠吸管的運動 許多環保團體也表示 近10年來,減速運動越來越興盛 各種連署計畫、請願行動 也獲得了更大量的民意支持 為了回應這樣的環保護身 各國政府也開始推出相關政策 例如台灣,就在2018年 推出了全球擴大限速政策 規定包含飲料店、麵包店、藥妝店、書店等等 共8萬家業者都不能提供免費的塑膠袋 此外,2022年開始 聯合國更著手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塑膠公約 完成的內容預計在今年年底就會出爐 到時候,總塑膠的生產、消費、後續處理都會設下規範 除了政府,環保團體也持續針對企業團體 發起減速倡議行動 比如2018年,麥克阿瑟基金會 就提出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 呼籲企業研發創新的製程跟物流模式 來減少塑膠的使用 並且確保塑膠製品能夠真正被回收利用 目前已經獲得上百家企業團體簽署響印 在社會觀念跟法規的改變下 近年有很多的企業團體自發響應各種減速活動 投入大量資源進行轉型 為的就是要減少甚至完全淘汰原生塑膠的使用 而且現在也已經有不少企業把這些想法付出實行 推出了具體的減速計畫 比如贊助我們今天這集影片的手機殼 跟電子配件品牌Castify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不斷推出新 但被換掉的不只是手機,還有無數的舊手機殼被丟棄 因此,從2021年手機殼品牌Castify 就開始推行Reverse回收旅程 希望透過手機殼的回收再利用 從源頭減少浪費 並讓被丟掉的手機殼能夠擁有第二生命 過程的第一步是向使用者大量回收不限品牌 型號的舊手機殼 這些殼會建進由人工檢查、清潔 再拆分成相機環、邊框、背板、MagSafe、磁圈等等不同的零件 接著把零件中所有能用的塑膠磨碎成大小不一的顆粒 然後再把顆粒跟植物性原料、可生物分解物料混合 製作成新的原物料ReCastify顆粒 最後,這個新的原物料就會被用來製作成各式各樣的產品 包含AirPods的中級防水保護殼 Apple Watch的強悍錶帶等等的電子配件 還有各種型號的手機殼 ReCastify系列產品除了有65% 是用回收物料跟植物性原料製程 外包裝也採用了100%安全無毒可回收的材料 同時,這些產品也兼顧實用性 無論是手機殼或AirPods保護殼 都具有軍規及防摔標準 這個計畫推出3年之後 至今已經回收了超過84噸的廢棄手機殼 相當於超過1000萬根塑膠吸管 並且也藉此減少了超過2200萬磅的碳排放 未來,Castify也計畫進一步拓展回收行動版圖 包含在世界各地擴大回收規模、增加產品當中的環保原物料比例 並希望能夠在2030年以前 達成從供應鏈當中消除所有原生塑膠物料的目標 如果你也有用不到的救手機殼 不管是什麼品牌、型號 也都可以帶到Castify的門市 把它投進專門的回收箱裡 一起踏上reburst的回收旅程喔! 近幾年,雖然減速的呼聲越來越高 讓政府、企業都開始有所作為 但實際上,塑膠用量還是有增無減 以台灣來說,根據環保團體的估算 在2010到2022年之間 台灣一次性塑膠產品的總用量就增加了22.8% 甚至以全球範圍來說,塑膠用量也還在增加 聯合國甚至預告,如果依照現況 到了2040年塑膠產量會成長一倍 那我們覺得,除了持續呼籲監督政府和企業 讓他們提出更積極的作為之外 我們或許也可以做得更多 當然,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減速很難、很麻煩、門檻很高 畢竟我們自己也常常會覺得 雖然想為環境盡一份力 但是在忙碌的生活中 要完全戒掉方便的塑膠袋、免洗餐具等等 並不是那麼容易 還是會有點心有餘而力不足 但或許我們可以先從相對簡單 小一點點的事情做起 比如買東西的時候,選擇用回收原料製程 而且可以再度被回收利用的產品 或是乾淨的塑膠袋不要丟掉 放在包包裡面隨時重複使用等等 那我們自己的經驗是 這種小小的習慣其實會發揮滿大的效果 還有點點像是一種習慣影響觀念 觀念在改變習慣的循環 像是我們在開始把乾淨的塑膠袋塞到包包 時不時重複使用之後 就漸漸意識到,這東西其實很耐用耶 久而久之後 我們好像就不會因為塑膠袋便宜輕便 把它當成只能用一次的東西 而是開始會打動心底覺得,只用一次好可惜喔! 所以之後就算有點弄髒了 也會稍微洗一下繼續用 又自然而然的減少了塑膠的用量! 好的,最後也想來問問大家 關於塑膠最讓你意外的點是 A.它居然是那麼近代的產物 B.它居然曾經保護過海龜 C.它的危害居然那麼大 D.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塑膠的歷史!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台灣的限度政策 以及懶人環保法的介紹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